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彌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定层正觉院 经文提的我做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 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 这个经文我们随文入关 自己的分别心要越来越淡 都是在人世静缘当中锻炼 诸根极净 心要越来越清净 不贪着 这个贪着慢慢放下 那师长老人家强调道 因为这一愿 所以古人讲是当身成就的佛法 往生是定层正觉了 所以师长提到往生 那临终就很重要 就延伸到临终是活着去的 不是死着去的 而且最好临终是不生病 所以这里老人家就点出来了 要修福 佛门说福会双修 佛门每一个词都有用意的 都有生意 那福好不好修呢 福田靠心根 心能扩宽 量大 福就大了 这些教诲 老上都教了 有福报的人 就肯依教奉行 这是有福报 听得懂是善根 肯去做 是福德 真正做了才能得利益 像了凡视讯里面 就提到了 你看菩萨的心量大了 所以 他斗数可以修无牙之福 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 因为他心量大 那我们本人的心量多大呢 我们本来也是 心包太虚 量周杀见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学佛 首先要 认识真心 我们的真心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振得 尤其这个执着 最严重的 知识之力 是他藏住我们的真心 你肯把它放下来 本来的 心量就慢慢恢复了 所以佛门的比喻 很具体 在大海里面冒了一个水泡 我们本来是大海 你看 这么辽阔 结果挤了个水泡 我们认这个水泡为自己 把水泡搓破 把这个 认为这个身是我 要放下 谁是我 一切众生是我 这个信量就开了 余诸众生 适落自己 整记附和 皆度彼岸 尤其我们学这一品经 最重要的是学阿弥陀佛的信量 随着每一句经文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他想的都是 近虚空变法界的众生 这个信量大了 这是我们本来的信量 阿弥陀佛 其实我心 那我现在要 关照我的心 我的心是什么状态 自我中心 自我感受 都被这些烦恼 控制住了 当然烦恼是假的 妄心 妄就不是真的 不觉本无 妄心是不觉 本无 一定可以去掉 本觉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我们认识 我们自己有如来 智慧得相 有这个信心 一定可以恢复 当然恢复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念阿弥陀佛 实本不离 直屈绝路 静朝有一个好榜样 其实就是 绝明妙行菩萨 他一心念佛七天 就入了 无声的境界来 这好榜样 你真正不怀疑了 信心十足了 那真的是深深唤醒自己 红明镇章自信 好 所以认识真心 六祖大师那五句话 博士论文很重要 本质清静 本不生命 本质具足 本不动摇 能胜万法 我们认识清楚了 我们不会怀疑自己 不会没信心 我们只会想到什么 怎么去把这个障碍去掉 你不会在那里气人沮丧 所以这认识真心很重要 但以妄想执着不能振得 我不怀疑 我有如来智慧得相 那我就会努力的 去把障碍去掉 障碍就是不在外面了 障碍在哪 念头 有妄想分别之中 真正的 我们说敌人在哪 不在外面了 在我们的念头 这叫客念作圣 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 那我们想想 我们怎么常常烦恼做主 因为我们在五十节的轮回 这个 世间的袭然很重要 对五欲六层很容易起反应 所以有烦恼也是正常的 修行一定是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的过程 我们也要客观看待 确实有业力哦 大家有没有无视会生烦恼 这个就是业 或者很不想发脾气 可是又忍不住 都有过去今生的业 但是业力怎么对质啊 老阿上教我们 愿力要大过业力 这一句很重要 就像我们上一次讲道的例子 老阿上说道 他受戒的戒和尚道元法师 当然讲这个事例是因为 讲道临终不要生病 讲出来的例子 请问大家呢 你听到临终不要生病了 你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下一个念头可不要 好难哦 强者先迁哦 你假如听经的时候 常常会冒这三个字 好难哦 那就是我们的思想状态 容易没信心 容易预设立场 这就是自己的习惯 改掉这个错误的思想习惯 很重要 你别人老师说修行就改心了 改念头 有一个同修 我们交流啊 念佛 他说这个念佛好难哦 这个我不是预计一个了 上一次到多伦多一讲念佛的事啊 一个美国的同修皱着眉头好难哦 我说首先啊 你的障碍就是你这个念头 当你觉得一件事很难的时候 你肯不肯做啊 甚至于你首先产生一个很难的时候 你才试一下 你干嘛 很难吧 做不了 嗯 其实啊 我们这个心的状态啊 预言就起现形 不是你念佛的时候 他才会起现形哦 比方说我们很容易啊 预设立场 这个预设立场 就会在念佛的时候现前 《论语》里面有说啊 这个阮求跟孔子说啊 非不悦此之道 利不足也 是吧 孔子啊 我不是不爱要你的大道啊 我力量不够 阮求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有没有觉得 我的认为很对啊 我是力量不够 他还觉得自己看自己看得挺准的 是吧 孔子马上提醒他 力不足 是走到一半 没力气了 叫力不足啊 金乳化 你根本没走 你是化地至先 你们有没有遇过很认真念佛 念三年的人说好难哦 他真正认真念三年慢慢就得力了 往往都是我们才念个一个月两个月 半年 好难哦 这里面很可能还有什么 反应我们呢 做什么事啊 着急 做事的人着急啊 念佛的时候会不会着急啊 修行人要在每一件事当中啊 更认识自己的状态 尤其认识自己的念头 产生了哪些分别执着 哪些烦恼 要懂得把他放下 这个叫会修行人 老儿上常讲的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不动力 不分别不执着 这叫会修人 会说好难啊 有时候我们也是 这个恒兴不够 这些事都在提醒我们 急于求成 太着急了 大家注意去看哦 很冲的人哦 退很快哦 我是讲我自己啊 我这个也是 我后来看到孟子说 其敬锐者 其退束 你注意去看学佛 学传统话呢 这种形象蛮多的 他是一时激动 敬得很快 可是呢 他遇到一些不顺利了 他就很容易气馁了 这就退得很快了 有没有看到我们 容易气馁 容易没信心 这都是妄念的 要放下他 这个容易气馁 要换另外一句 换无量寿经哪一句 法药啊 要换 众使身子诸苦中 如是怨心永不对 哇 你看这一句经文念出来 磁场强不强 读无量寿经最重要的 效法阿弥陀佛啊 老阿尚说 我给你们介绍老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哪里 在无量寿经里面呢 好 其实啊 我们很多烦恼都是落入自己的自我感受里面 其实你把他人摆第一 把众生摆第一 这些烦恼就会大大减少 你把众生摆第一 你有愿力了 老阿尚讲这个 道元法师说的公案啊 这一位出家人 问在座的人 你们有没有看过坐着往生的 人家说有啊 站着往生的 也听说过啊 结果啊 他翻一个跟斗 头朝下 脚朝上 他说 这样往生的呢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 说没有 好 说完 走了 翻个跟斗立在那里 走了 真有福报 游戏人间 诸位同修啊 你假如看到一个人走得这么自在 你会不会大受鼓舞啊 你看老和尚赞叹 刘树云老师的姐姐 刘树青老居士 人家走得很自在啊 我们走得很自在啊 你的亲戚朋友 亲自看到了 听到了 对他们信心帮助很大 所以这个 这个故事不能白听哦 现在 广修供养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做榜样 现在世间没榜样啊 大家信心不足 你有榜样啊 信为道源功德 给让大家的信心增长 这个功德无量啊 诸位同修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现在 这个世间 最缺什么榜样啊 除了念佛自在往生的榜样 当然听完这个故事 我们就要有志向要做啦 你往生要这么自在 你现在不用功怎么行啊 善根发动 这个佛号就越念未欢喜 越念越 成片了 因为你有愿力在啊 我要做榜样啊 除了这个榜样 还有没有其他的榜样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种责任感 老和尚常说 为人眼说啊 敬业三福 第三福讲 劝尽行者 今天 我们学佛啊 要给众生 学佛管用的榜样啊 在哪里管用 夫妻相处上 管用 儿女教育上 管用 现在人不能处理的问题 你都处理得很好 哇 你就让人家觉得学佛真管用啊 假如我们表现的每一个角色 都表现的不怎么样 你说我们的亲戚朋友觉得学佛有用吗 很重要啊 有这个责任啊 我要做榜样啊 就会觉得 时间不够用了 都要下功夫了 那一天 在大专营 有个年轻人 他也很发心啊 那么年轻就 要洪护正法了 但在团体当中 没有看到榜样啊 没有看到榜样啊 他信心呢 有受影响了 哦 当然了 会失望啊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我们遇到每一件事啊 都是更能了解自己的状态 失望从那里来的 他害我失望啊 别讲这种外行话哦 学佛的人要讲内行话 佛法是内学啊 莫向外求啊 都是他让我生气的 都是他让我失望的 那不是讲了外行话了吗 社不迷人 人自迷了 你不能推到 把责任推到境界上去了 当然我跟大家论这个理啊 切记啊 要用忠述之道来领受啊 我们现在论的这个理怎么样 言以律己啊 观以来人 看到他失望了 要安慰他啊 你不要 失望是你自己造成的 哦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切磋了啊 这个 假如你是提问的呢 我就不这么跟你讲了啊 哦 我们现在看对象了啊 我们现在要把烦恼的根源找到 我们才能对症一下药啊 我们才能对症一下药啊 我自己回想回想啊 我被人家骗过啊 骗我去印金钢金啊 我被骗钱耶 我也没有很难过 我感觉啊 我感觉啊 我了解了一下这个社会状况 我去接受一个团体 他们讲的挺好的 我学到很多道理啊 后来我发现 我讲的挺好听的 但是啊 那个根源 那个要谋利益的心啊 还是没有彻底放下 这个用佛门讲叫因地不争 果糟于蛆 可是我面对这个情况啊 我没有责怪他们 首先我在这个过程我有成长 再来他告诉我 人要完全放下自私不容易了 哎 我上了一课很好啊 我也经历过几个团体啊 我只是感觉 他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客观的状态 后来听到老阿尚讲一句话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我们的失望来自哪 来自我们的期望 你一开始期望很高了 结果后来你才失望嘛 可是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人这个团体 他本来就这样啊 又没有说他就骗你 没有啊 他的现况就摆在那里啊 是我们的期望 造成我们的失望 这个我们要想清楚啊 不然我们那种失望的心 会一直在那里纠缠自己啊 后来又读到文王的一段话 不是文王 孟子的话 孟子说 待文王而后心者 凡名也 若夫豪杰之事 虽无文王由心 就是前面要有文王做榜样的 他才肯跟着做的 凡名也 真正豪杰之事 前面没有文王 他照干不悟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哪个人 哪个团体让我失望了 一转 就是菩提心了 我来做 那哪有失望啊 你看一念之间 烦恼就是菩提了 我自己也经历过团体啊 当然我自己也带团体啊 我自己带过团体啊 是非经过不知难 你经历一些事情啊 你的心境会有所体悟 所以我不批评 所以我不批评团体 因为带团体确实是不容易的 了解到了一些问题 我们自己引以为戒 然后我们也不去批评 更不跟他对立 更重要的是什么 来记取他们的教训 我们自己好好做 人家做得不好啊 我们也不忍心 愚租众生 示弱自己 所以他做得不好 对我来讲有鞭策 我得赶快做好 让他 能思考 能有所转变 你没有一个榜样 大家觉得 团体都一样啊 都有这些问题啊 可是你有榜样出来了 他可能就不会这样想啊 他可能就会主动来参学了 来了解了 所以假如我们现在感觉 我们有这些烦恼 疏伤啊 一转就是愿力 其实啊 我们的性格当中啊 有可能也常遇到是啊 比较容易先抱怨 强者先牵呢 这句话 我们真的要用心去体会了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我成长过程中啊 我很少听到他们在抱怨社会 抱怨哪个人 往往呢 我还看到呢 同事给我父母抱怨 父母都是啊 把他的话引到 哎呀 其实你先生也 也对你挺不错的啦 哪些事啊 都不让他那个抱怨往下讲 哎呦 真的随着人生的 这种经历啊 成长啊 对自己父母的感恩呢 越来越深 真的家庭教育啊 太重要了 我们容易抱怨啊 话就会多 不只啊 污染自己 你一抱怨出去呢 又污染别人了 所以无量寿经提醒我们 善乎口业 不积以他过 我们今天有缘到这个团体来了 我们用无求的心 守一个意义就好了 意 应该做的 哎我跟这个团体有缘呢 这个团体现在缺缺什么 我我带头来做 这不会有抱怨啊 所以人要道义人生啊 不能常常都困在自己的感受里面 烦恼里面 烦恼里面 就像 刚刚跟大家提到 都要愿力超过业力 比方 比方 一个人常发脾气 有啊 有同修脾气 克制不了去问老和尚啊 老和尚跟他说 你真想学啊 我才跟你讲 他求了几次好 你下一次看到人家过失啊 要 要发脾气的时候 转个念头 是我做的不够好 还不能感动他 人常发脾气 人常发脾气 这是自己的业力 业力做主啊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 转个念有怨力了 老和尚说呢 告诉自己 是我做的不够好 这个就是一种责任 还不能感动他 这一法对之脾气 对之抱怨 我们今天 烦恼不能慢慢解清啊 其实还是我们不听老和尚的话 老和尚为众开法杖了 讲了六十多年了 这法药都开得很圆满啊 我们肯受辞啊 真的会烦恼清智慧长 所以佛门讲 转烦恼为菩提 密宗讲的 谁是菩提心呢 谁遇到的事情啊 都能发起菩提心来 要练这个功夫啊 要练这个功夫啊 你不提起菩提心来 又是六道轮回心啊 又是烦恼心啊 跟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二十年前遇到的 有一个 父亲 他的女儿啊 女儿啊 六岁 有一天他们 进家门呢 一看 家里呢 乱成一团 小偷啊 来过了 翻的 乱七八糟的 翻的乱七八糟的 好 假如你是爸爸妈妈 接着你会说什么 哎呀我怎么 我们都这么倒霉啊 哎呀气死我了 可能讲了很多 情绪的话 那个父亲啊 看到这一幕 马上很认真的 看着他女儿 你看 你看 就是因为啊 老祖宗的伦理道德 没有弘扬啊 才会有这些小偷啊 你看你那么小就可以开始学了 所以我们责任重大 你看招小偷啊 一般的人觉得 真倒霉啊 坏事啊 一个人的素质在哪里呈现 事情已经发生了 别抱怨了 马上积极去面对他 实在讲你抱怨了 对谁有好处啊 不就是把自己的怨 再传给别人 搞到最后 大家都很会抱怨 哇这个父亲厉害了 现在 遭小偷也能让他的 女儿发菩提心 哦 这个佛法管用吧 你会转面就管用了 什么都用积极面呢 去看待 好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好好思维思维啊 啊 啊 我们的家族里面 我们的社区 社会国家呢 缺哪一些榜样 好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 我来做榜样 这样就有愿力了 好 好 我们 啊 啊 来看呢 下一句经文 好 好 我做佛时 光明无量 普照十方 决胜诸佛 胜于日月之名 千万亿倍 这是光明 这是光明无量愿 好 好 那阿弥陀佛的光明啊 普照十方 好 好 这个是很特别的 好 一方 一般诸佛的光啊 老和尚有讲了 照一两百万世界 好 这个是 一般佛的光明 可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呢 就是照 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诸佛诈徒 他有这个果啊 必有因 因是他的老师 把十方佛国土啊 都陷在他的面前 而且花了千亿岁的时间呢 教导他 这些佛国土啊 他通通 建造了 一个岔土啊 都没有漏掉 那他都建造了 他老人家的愿就是 那这些世界啊 的众生我都要度啊 所以他的光明就能 骗照无量无边 诸佛诈徒 这是他过去的因缘 今天的果报 好 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了 阿弥陀佛的愿就是我们的愿了 那我们也跟着阿弥陀佛到十方佛国度 去利益众生了 所以老和尚 让我们早刻念第六愿了 用意很深哦 念着念着 四十八愿就变成自己的愿了 真的变成自己的愿了 请问大家我们的光明能照多远啊 好 这个我们自己去领会了 阿弥陀佛的元殊圣呢 我们跟着他老人家修学 以阿弥陀佛的信愿解行 为自己的心愿解行 我们的因缘也非常殊胜 我们这个法门是 他立派果教门 一般的法门是修因得果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是从果起修 集修集果 我们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你们怎么没有中第一特奖的表求呢 很欢喜啊 我这一身赚翻了 一个人觉得自己这一身很幸运的时候 你心里的这种 对人生的一种 无奈啊 遗憾啊 抱怨啊 一扫而光啊 是吧 我看你们没有扫过啊 把烦恼一扫而光 我当时遇到老和尚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 没有遗憾了 我已经是太幸福的人了 我这一身遇到我的父母 遇到老和尚 我已经 了无遗憾了 接下来干什么呢 报恩啊 没有遗憾了 报恩了 能跟着老和尚 我们现在还跟着阿弥陀佛了 跟着他老人家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你说这样的人生 多有意思啊 别人没有那个姻缘 还遇不上 所以这个法门是 不是修因得果 它是从果起修 老实辞明 全摄佛德成智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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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最近有饭饭吃的怎么样 老实念佛 谁忙谁显不离弥陀明后 顺境逆境啊 不忘往生西方 那阿弥陀佛德成智德啊 那阿弥陀佛的这愿啊 光明无量 普照十方 决胜诸佛 所以 所以 世尊在这一部经 赞叹阿弥陀佛 是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啊 光中极尊 所以 所以这个佛光呢 甚于日月之名 千万亿倍啊 我们世间一提光明 最亮的就是日月了 接着 老和尚说了 也许有人会问啊 那佛光这么大 为什么我们见不到 这一问很重要啊 有同修说 我念了 那么认真啊 念了好几天啊 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接我啊 障碍都不在佛那边 佛已经成佛了 这一个认知很重要哦 我刚刚跟大家说 强者先迁啊 我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 把责任推给别人 就像刚刚跟大家说的 失望了 他让我失望了 责任推给别人 其实啊 别人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啊 我们家里人 你觉得是 他让我失望啊 其实是啊 他们在提醒我们 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够好啊 团体让我失望了 其实是这个团体的现象 在提醒我们 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够啊 顺王就是给我们这么表演的哦 他所面对的家庭情况 比我们的世间 的情况都恶劣太多太多了 他在这样的处境 他都没有责怪 他的父亲后母 弟弟 他觉得还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 这些心态啊 我们要学啊 孔子 我们学孔子 目前当目其心 孔子说 诗书之不讲 礼乐之不行 某之罪也啊 诗书没有人讲啊 你也没有人好好去 推广去练习了 谁都追过 我 诗书这个态度我们要学哦 我们真学到这个态度了 我们不不发牢骚话 真的呢 发牢骚话 时间精力都浪费掉了 时间精力都浪费掉了 吉人之词寡 造人之词多 真正吉祥的人呢 话不会太多 有机缘真的能利益人 他讲 机缘不够 不多说话 说话多了 易经这一句就提醒我们了 我们话为什么多 造 内心急造 不安定 不安定就想讲话 大家有没有 我们说修行啊 观心为要 观照自己的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修行 有没有观察到 自己很想讲话是什么状态 不安 心理不平 心理不平 心理很不安定 就想讲讲话 就想讲讲话 找人讲话 我们能反观到自己心 不安了 就赶快念佛了 就不会去讲太多话了 先把心安定 心理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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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学传统话 这种现象不少 这讲的不是别人 我们得要反观自己的状态 话不投机半句多 古人这个也是提醒我们 哪怕我们是对小朋友讲话 我们都要看着他的眼睛 我们讲话 对不对他的肌 他能不能接受 不然你讲那么长 他的脸越来越臭了 你为了为他好 可是都适得其反 所以话多 是我们心有病 可是这个心的病 到不一定 一定是怎么样 这个都要靠自己观照 我们才能对峙得了 根源问题 好为人识了 浮躁了 或者 有埋怨了 有见人过了 见到人就想讲 那这些情况 一开口就是造业了 我们 念佛人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行仰 你造行仰 它有业力的 业力会障碍我们的 比方说我们看 会讲妄语的人 讲话不实在 妄语的人 你看他安不安定 他的眼睛一定飘来飘去的 不安定 我们造的那个业 你看他那个事做完了 好像没了 他那个业都在 有 妄语讲完了 自己心不安 怕人家看破了 他心都要在那里 提心吊胆 甚至于随时要准备 又用更多的说法 要去掩盖自己的妄语了 所以妄语多的人一定心神不灵 那就是他的业 我们的业要越来越清啊 不能再造新秧了 尤其啊 往生净土啊 心进佛土境啊 我们心越清净才相应啊 我们最近常常谈相应两个字 我们有没有冷静观察观察自己的心的状态 有没有忍不住要complain一下 真的没忍住了complain第一句出去了 接着第二句第三句 有没有观察到自己的心怎么样 越来越不平了 算了今天非得骂个他痛快不可 功德都烧掉了 其实啊 我们的良心都在提醒我们的啊 你看于精益工 预造神记里面讲的 这个 沉口舌子快了 自己也觉得自己啊 有思厚道啊 但是有点忍不住啦 感觉自己有思厚道啊 那就是我们的良心起作用了 观自在啊 观自己自信在不在啊 我们那个要抱怨的心一起啊 心已经浮动了 善护自己亲近心的人就打住了 老和尚很懂得善护自己的亲近心 这一点我们当弟子要学啊 你看有人 拿了录音带来了 老和尚他骂你耶 那个人一走 老和尚把录音带怎么样 丢垃圾桶里面去了 你去听那些东西的时候 对你有什么帮助 越听 心越浮动 越生气 越对立 何苦呢 真正爱自己呢 心都放什么 都放人家的好嘛 都放别人的付出嘛 我们为什么好日子不过呢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学佛就是要自爱 进一步才能爱人 老和尚说的 最傻的人 就是 拿 拿 垃圾放在自己 存信存善的心中 我们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干傻事了 老和尚这些法药很好用啊 你真的一提起来就自己笑自己 哎呀 不要再傻了 不要再傻了 不好意思啊 看到我们台湾同修啊 有时候忍不住啊 来两句 闽南话啊 就像我今天到古城去 好 这个 麻烦甲也讲闽南话 结我私香之丑 来两句 你看我们 这个闽南话这一句啊 不要再傻下去了 不要再傻下去了 你看我们 闽南话都有 这种 韻味 自己这么一回 提起这个心念 就觉得 哎呀 还自己笑自己 嗯 哦 所以 无量寿经啊 讲深口意啊 把口 摆前面去 这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良苦用心呢 善父可业不激他过 一激他过自己的清净心就没了 一激他过 功德就烧掉了 你一激他过一定起称惠心的 别跟自己的功德过不去啊 好 我们一激他过了 这个心就 不平 不清净了 前一个愿 远离分别 诸根极净啊 这些经文都在提醒我们 好 不激他过了 我们今天看 别人的过 如果 就是我做的不够好 还不能感动他 我们就 不会去 批评别人了 诶 批评别人的习惯啊 一定要对峙啊 要下功夫啊 好 好 好 所以啊 为什么看不到佛光 为什么看不到佛光 因为我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真放下来的就看到了 老和尚的奖经马上给我们 Fore example 马上举例子了 我们都认识的修行人啊 虚云老和尚啊 人家真用功了 没有望面了 大光明上 白这个 晚上了 他还是一片光明 后来对面 认识的出家人走过来 告诉老和尚 天这么黑呀 你还看得见吗 这个时候老和尚起念头了 眼前就黑了 所以老人家 这个虚云老和尚假如没起念头啊 那他看那个光明就一直保持 所以见不到 不是佛光的问题啊 反求诸己啊 同样的 我念了好几天了 佛怎么还不来接我啊 问题不在佛那边 其实啊 会关照自己的心啊 就看到什么了 太着急了 佛怎么还不来啊 这个对念佛有没有干扰 有干扰啊 你要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你不能夹杂 怎么还不来啊 怎么还不来啊 就不敢硬啊 再来佛没有来 问问自己 还有没有放不下的 其实有没有放不下的 在哪里可以看到啊 在念佛的时候可以看到了 你念着念着 那个比较放不下的 会牵挂的就浮出来了 所以啊 老和尚常说 能不能往生啊 不要问别人啊 要问自己啊 这些法语啊 很有味道啊 我们看夏导说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这些法语就提醒我们 我们在念佛当中 夹杂了哪些念头 要放下这些 忘念了 往往都是 过去烦恼 未来烦恼 都会冒出来 那常常冒这些 我们念佛功夫怎么提升呢 那这样怎么会有把握呢 能不能往生 不要问别人啊 要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这法语就提醒我们什么 念佛当中啊 不要夹杂求的心 求一心 求佛赶快来接吧 这都是求啊 放下 这些忘念了 就相应了 一相应就感应道教了 佛就来接了 我好像上一节课跟大家分享了 我最近遇到的 生的重病 医生把脉 这个应该啊 再活个半年一年 应该没问题了 当他下定决心不治了了 中病了嘛 不会超过七天就走了 那真的是老外上讲的 活着去的 不是死着去的 他身体的状况 不可能说六天 就身体就完全不能用了 不是的 他放下 佛真接了 佛怎么可能忍心 让我们多受一天痛苦了 可是得要相应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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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这一院 还有下面一院 这个都跟光明有关的 若有众生 见我光明 照处其身 莫不安乐 慈心作善 来生我果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那师长讲到的 见我光明 这个有定中见到的 我们念佛人 是一星 礼一星 这个是做定中的见到 还有一种特别的机缘 感应和见到 你诚心念了 都会有感应了 见到佛光 佛光消夜灭罪的力量很大 三毒烦恼 纵使不能断了 也会熄掉了 不起作用 如果业障轻的人 这佛光一加持 这烦恼真的就断了 烦恼一断了 这个心就安了 所以莫不安乐 烦恼清 智慧长 智慧长的人 一定慈悲 真心呢 又有智慧 又慈悲 不可能说 真心提起来 有智慧没慈悲 不可能 有慈悲没智慧 也不可能 一有一切都有 老阿上说 你有真诚了 你就有清净 平等 正确的慈悲 你有慈悲了 你有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一有一切都有 一个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了 那生起慈悲心 绝对不会作恶 一定会作善 而且这个慈心作善 是自自然然的 他能感受到佛光铸造 他念佛很欢喜 欢喜光 安稳光 你看这个佛光很有味道 十二如来相继一节 在静修节药当中 有把这个十二如来的号 有列在其中一拜 这是第七拜 一心观里 无量受佛 一号 无量光佛 一号 无边光 无碍光 无等光 一号 智慧光 常照光 清净光 欢喜光 泄透光 安稳光 超日月光 不失意光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你看这十二个光 形容阿弥陀佛的光 那我们呢 也要跟 这十二光相应 我们的心 要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 那我们的光 会不会跟阿弥陀佛这些光 相应 比方说 我们正念阿弥陀佛啦 你走到哪里啊 带给别人欢喜 欢喜光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行 大家感觉感觉 自己去参加亲戚朋友的聚会 大家有没有因为你啊 深欢喜啊 还是你一出现了 大家本来聊得很开心 马上闭嘴了 人家心里想 那个学佛的来了 他们压力都很大 好 请问大家 我们学佛了 有没有给家里的人压力啊 还是带给他们欢喜啊 所以这十二光呢 我们要体会体会哦 你看 无边光 没有边际 没有边际 没有偏心 是吧 张老师的人 不能偏心哦 无边 你有两边就有对立了 无爱光 我们的心光呢 我们的心光呢 是无爱光 我们假如遇到事情 遇到这个事卡住了 遇到那个事对立了 我们很有爱哦 我们要把牢上的法用上了 处逆境随恶缘 无成会业障净消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浮惠全现 有没有爱 没有爱了 老阿尚有莫保 顺逆皆佳境 恶善贤良缘 我们跟老阿尚学啊 像他老人家哦 他人家还有一段莫保 我们一起来共勉哦 一凡王菩萨心行 凡王菩萨界 里面讲到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用这样的心 行 来修行哦 以凡王菩萨心行 修自性绝阵境法 我们在每个境界里面修什么 恢复自性的绝阵境 入华言 无碍境界 祝弥陀 极光净土 这是老阿尚 怎么修学的哦 在这四句法语里面透出来了 好 当我们被哪个人哪个事卡住了 心情不好 马上提醒自己 我没有把老阿尚的法用上了 不然 一用 就可以无碍了 大家假如用 还是有碍 可以提出来 我们探讨 佛法管用嘛 老阿尚的法管用嘛 无等光 无等光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修行的人 不能知少为主 要 直 一定要到 像上一个愿 成等正觉 就是要成佛 不能落入这个无为坑 小沉涅槃 那就落入空里面了 不积极度众生了 直驱啊 无上正等正觉 就像鲁家说的 狗日星 日日星 幼日星 不能知少为主 一号 一号智慧光 一号智慧光 遇到事情 有智慧去处理 不会乱 不会乱 定下心 有佛法就有办法 常照光 常照光 所以我们对人的爱静 要常照 不能常常变心 清静 清静光 心地越来越清静 欢喜光 心中 心中啊 常常都是 有欢喜 有发喜 不会苦闷 不会苦闷 当然更要带给别人欢喜 泄脱光 其实啊 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声佛号要分明了 一声佛号要分明了 你念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你就解脱了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安稳光 这个越念了 心越安稳了 就像这一愿 提到的 见我光明照出其身 莫不安乐 接着 慈心做善 好 还有超日月光 不是易光 那光明要超过日月 这个世间呢 太需要光明了 太需要慈悲了 太需要智慧了 所以我们 好好提升自己 现在什么都不着急 自我提升最重要了 我们才帮得到人 我们才能 转无量受精了 提升了 我们才能 为众开法杖 我们自己落实了 有受用了 现身说法 侃侃而谈 我们不在自己下功夫 不要说 为众开法杖 不下功夫 自己没得利益 自己的疑心都去不掉 那 师长这里说的 这个慈心做善的 不是勉强的 自然的 每天除了这件事之外 就没有别的事好做了 就是存大慈悲心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我们今天遇到家庭 工作上的缘分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离苦得 大家不要一听 没有别的事做了 一下子家里的事也不干了 工作的事也不干了 是随缘妙用 随这个缘 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再说的具体一点 帮助一切人认识净土 明了净土 修学净土 求生净土 现在就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愿了 同德同行 我们真的这个心愿很强 要帮助别人 认识净土 明了净土 我们得先为人演说 我们学佛 敦伦净愤 他一看欢喜 他会来主动 跟我们交流 所以敬业三福 最后才是劝敬行者 前面十条 都是自己下功夫提升 所以 子贡批评人的时候 孔子说 赤也贤乎哉 福我则不暇 你还有时间批评人 我都没时间 修自己 时间都觉得不够用了 我们真的肯修自己 真会有这个感觉 我好多习气 这个我 没有恒星 医生都叫我 要扣尺三百下 我做了几天 好像 恒星就不够了 这些都要下功夫的 包含 每天要运动啊 拜佛啊 做几天好像又落下去了 就在考 考验自己 恒星要加强啊 要想方法去突破它 这些都要花时间精力啊 下功夫的 孔子那个话是 这都是他 真实的状态啊 那夏林居老居士说 学道之人无剪爪之侠 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 安有时间说闲话 哪还有时间去说别人的 是是非非呢 所以这个 真用功提升自己了 都觉得时间不够 我们现在用功啊 方向错了 用在看别人上 没有用在提升自己上来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点啊 而且我们冷静想想 我们自己没有提升上来 我们去给人家 提出他的问题 人家能接受吗 很难接受 人家可能那个表情啊 意思就是 你也没比我好到哪里 还讲我 我们别去干这种事情 哦 干这种适得其反的事情 要提升自己 让人家很自 自自然的 自然的主动的 来跟我们探讨 不要着急 就想要去 讲道理给别人听 其实那个都是攀缘 大家有没有劝过人 劝到自己 劝了之后自己也挺气馁的 没啥效果 没啥效果 不要气馁 要精一世长一致 随缘这两个字啊 有味道啊 随缘不攀缘的人 会减少很多烦恼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院 刚刚 谈的内容啊 有没有 同修 觉得 有不了解的 或者谈的过程呢 您有共鸣的 颇有心得的 也可以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好 有请三护 尊敬的师父吉祥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的同修吉祥 非常感恩师父的教导 今天这一讲呢 就是 但是尊敬 很有感触就是 讲到了自己之前很多的问题 这个地方尊敬有一些 就是刚才师父讲到 说这个心会发光 就是因为 那个心量能够脱开 是因为这个障碍去除掉了 所以这个心呢就不断的 扩大了 上后之前呢有一个 一个理解 就是觉得 这个心量是被称大的 就是感觉 这个其实呢就是这个障碍是没有放下 通过境界的不断的 不断的现前啊 就觉得是被称大的 我觉得这个师父点到了 上后这个无名的地方 就是这个心呢 就是你把障碍放下了 那个智慧就能显发出来 上后最近呢有一点心得 就是这个感恩心的升起哈 以前遇到境界的时候 用精教去思维 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去思维 去这样用心 比如说遇到困难的境界 就要升起这种感恩心 是在替自己消业障 等等这样的思维 一定要让自己升起这种感恩心 但是我觉得这个障碍没有突破的时候 这个感恩心呢 其实不是真实的 就是假的 只是那些教理 要让自己觉得 我应该去这样思维 但是今天师父点到了 这个障碍没有了 心量扩大了 那上后理解到的 就是这个心发光了 就是你在这个障碍突破以后 你这个感恩心才是真实的 如果障碍没有突破 自己说应该感恩境界 应该感恩 这个是假的 只是那些教理而已 但是你真的把这个障碍突破以后 这个升起来的感恩心才是真实的 那还有就是 遇到境界呢 刚才师父讲到了 要有这个慈悲心 上后这个也是 这两天才感触到的 就是 觉得自己以前的时候 比较容易抱怨 就是 强者先前 这个确实是容易有这种抱怨的心 但是上后这个也是有一些体会 就是在抱怨的时候呢 这个慈悲心是没有的 就是关注在外界上 所以上后也是 把自己的头像呢 改成了 慈悲两个字 就是要提醒自己 不管遇到什么境界 这个慈悲心一定不能忘失 这样子 有这个提醒的话 遇到境界现前 才会 就是让自己静下心来 去思维 这个里面呢 还会有一点这种感觉是 忍辱在里面 其实这个慈悲心 我觉得还不是完全的 真实的慈悲心 是自己 要自己不要去 去伤害或者去抱怨 是有一种设受在里面 因为有忍辱这种心在的话 我觉得这个慈悲 它还不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 看到慈悲两个字呢 就是提醒自己 不要动怒 不要发唇 要忍辱 要慈悲 一定不要去伤害 所以说这个 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那还有就是 说到这个 也是说 我觉得自己很不愿意去 被误解 就是我的一个自我感受 像今天师傅讲到的说 你看到这些境界 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就要想到是自己 做的还不够好 不能去感动别人 那同样这个也是 事实上会觉得 如果是被人误解 也是自己修养不够 因为你做的 是表现出来的 都是你之前的 之前的一些行为 你真正改变以后的 还没有让别人看到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就要让这个 这个善的根 善的种子 让它不断的去生根发芽 让自己的修养不断的去提升 让别人看到以后 这个误解慢慢就能消除 所以 还是要转 转自己曾经的那些妄性 转成这些慈悲心 感恩心 还有自我激励的心 就是把这个转过来 随顺圣贤佛佛萨的教诲 不随顺自己的毛病习气 这个就是要 要跟自己的习气做斗争 这个就是通过今天师父的一个开解善后的一些感受 向师父汇报 感恩各位老师 感恩师父 阿弥陀佛 好 谢谢善后的分享 您这个法明 您自己很用心 跟它相应 这个善后要护自己的心 不怕念及 只怕绝齿 那首先提到了 要撑 这个心要把它撑大 一开始 食恶勉强 慢慢慢慢 就会越来越习惯了 中则太然 但我们刚刚有强调了一点 你要先相信自己 本来的真心 你假如没有这个相信 你就很容易退缩了 否定自己 性为道源功德 我相信 虽然我现在有点勉强 但我相信我可以恢复真心的 所以有撑 撑着或者 这个慈悲里面呢 自己也感觉 有点 把这个脾气压住的 不是真正慈悲的 这个都很正常 但 有这个心要去依教奉行 都会得佛菩萨的加持 修行 不轻松 这个都要突破一些惯性 都要不计成败 去对峙 去突破 不顾生死 死都不怕 就怕念头错了 而 这个 老和尚也常讲 理得心安 我们常常熏习 把那个道理越听越入心 心就容易住在这个真相道理上 所以熏习其实也是很重要 你比方说我们提起感恩心 有点勉强 但是你假如真的相信 每一个众生都是来成就自己的 要感恩他 他是来提醒我的 我还有这些习气 这个理我们真的听明白 真的这么去思维 那个感恩心就会比较自然 能提起来的 甚至于我们刚刚提到 凡王菩萨戒经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不怀疑这个真相 那我们也 就容易提起 慈悲恭敬他们的心 所以理得心安 所以人的善根在哪 观察 不怀疑佛讲的话 相信圣言量 这是善根 佛 佛舌头伸出来 可以把脸盖出来 这是生生世世不妄于修来的 所以金刚经说 佛是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我们多读经 多听经 真的把这些真相 道理 听进去 你要做这些事 就比较不勉强 你会欢喜去做的 好 刚刚后面提到说 怕人家 这个误会了 误解了 我感觉这个 也是我们 很容易起烦恼的地方 而且会烦恼到睡不着觉 辗转反侧 我这个人什么都可以接受 就是接受不了别人误会我 明明起烦恼了 还有讲的话那么好听 我什么都能接受 所以孔子 第一句话就教导我们了 人不知 而不孕 不义 君子夫 这个都要修的 被人家误会 人生必考题 而且修行人 观照自己的心念要越看越细 我们为什么人家一误解 我们那么难过 不也是求人家认同自己吗 不也是求人家 留在他们心中都是很好的形象 诸苦皆从贪欲起 我们有一个求的心 你就会有求不到的烦恼产生 其实应该 更告诉自己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是吧 那误解是一时的吗 那误解是一时的吗 因为是误会嘛 误会了 你还不烦恼 你还不对立 你还一样对他很好 他背后 讲你坏话 你人前还赞叹他 最后有什么结局 最后他就被你感动了 所以 日久见人心 这个有味道啊 而且你在做的过程 这些人呢 调伏自己 这种 急于 要解释的这些习气 稳得住 小不忍乱大 而且当对方 最后 把这个误会打开的时候 那个人的感动非常深 因为他一直误会你嘛 最后看到真相 他特别不好意思 假如他又觉得 他是因为跟老和尚学呀 才能这么有修养 我都一直误会他 还批评他 他完全包容 还为我好 还赞叹我 所以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啊 这是物理学 人家误解你越深 你还是用真心 最后回回来 这种 让增长人家善根的力量非常强 而且你自己就在这个境界有很大的提升 随缘妙用 随缘妙用 人家误解你也是个缘 是不是道场啊 你妙用 妙在 不生烦恼 妙在 日久欠人心 没有这个气概 你就有自受用跟他受用 好 谢谢善父的分享 阿弥陀佛 好 好 那我们 假如 没有 同修呢 不讲话会睡不着的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假如有的话 可以再 发言 没问题 静坤有请 师傅吉强 诸位前辈吉强 静坤其实是想 关于两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想请教师傅 第一个是说 因为现在的学校都是交分数 所以孩子们经常会处在一种 被比较的状态 那些 静坤你刚刚说什么 就是 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 学校的教育 是以分数为主 分数 所以 孩子们呢 其实都是处在一个 被比较的状态 一个孩子是不是被人尊重 被团体接纳 都是看他的分数 所以 就会养成孩子们 非常在意这个 分数和大人对他的看法 然后 其实这个有个很大的闭关 就是孩子们都不会知道自己 嫉妒心在这里面会成长的非常的快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 学习好的同学 其实他们是想要得到更多的表扬 而学习不好的同学 并不是意味着他考试这一方面 但其他方面也是需要被肯定的 但是很多就没有被肯定 就会产生一些嫉妒心 甚至会自暴自弃的心理就会出来 那这个心呢 是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学习成绩好的同学 他就会遭到很多 他不必要的烦恼 甚至是他大人看不见的 但是小孩之间都有 这种烦恼出现 就是按怎么这个实际问题 如果去开导这样的同学 和让那些稍微落后一点 分数上而言的孩子 不要认为自己 其实不是好孩子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 都应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企业界和成人生世界里的 所谓的斯德格尔诺综合症 譬如说他企业雇佣人的时候 他会说我们要建立一个 共同的爱的文化的企业 可是如果这个企业 他爱员工的发心 是让员工更卖命的工作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这样的员工 他如何在这样的企业里去 真的去落实他的企业心 是说有一两个这样的员工 因为理上讲这样的企业 每个人都会有爱的这种文化的熏透 只是如果工厂组他自己本身 只是把它做一个方式来 提高生产效率的话 那雇佣的员工 如何去真的让工厂组被感动 而真的落实这样的文化 就是静坤 关于小孩子和成年人 就是这两个问题 一向请教爱师父 非常感恩师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也同时 有这个星叫慈悲 同时也能客观看这个社会的状态 那客观的看呢 冰冻三尺非一时之安 这个你急不来 这个你也不能去抱怨要求 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共业的状况 那共业当中有什么 有别业了 那这个就要看 这个孩子自己的别业了 万法因缘生 这个孩子他自己有善根 他的父母 他的老师 又是他很好的真上员 在适时的一些机会点 又给他非常正确的引导 我们刚刚常说 刚刚又说了 随缘没有用 请问同学之间在那里 比成绩是不是一个圆 那我们今天我们是当父母当老师的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开始在那里抱怨了 我们能给孩子很好的引导吗 所以我们要不被这个境界影响 我们的心不能动 我们才会很冷静的 很有智慧的去引导同学 而且不是引导一次就管用 他可能又生烦恼了 你很有耐心劝他一次 慢慢劝劝劝 就以我来讲吧 我得知心很重啊 过去生带来的习记 我们家三个孩子就我得知心重 你说这怪谁啊 这都自己 同样的父母 怎么我得知心这么重啊 结果我父母啊 得知心很轻 所以我常常得知心很重的时候 比方说大学联考考不好 在那里一个大男孩在那哭啊 很丢脸 我爸爸一上来啊 没关系啊 再考一年就好了 没事没事 我爸爸越轻松我越哭不出来 我也是这样一点一滴啊 父母他自己的身教跟言教啊 把我这个习记 一点一点打磨掉了 所以你说 我们不先接纳现在的现实状况 我们只会愤愤不平 这个要先把这个放下 不管境界怎么样 不管境界怎么样 只要这个孩子的心态好了 都让他成长 那比方说攀比呢 你可以引导他了 你看 你看 你们那些同学成绩很好的快不快乐啊 是吧 假如成绩好了之后 也常常在那里闷闷不乐 你要不要啊 其实好多角度的啊 你去看看 来带孩子去 这个书局里面看 他最崇拜哪一个成功的人 来翻翻他的字传 哪一个成功的人说 因为我哪一次考试啊 成绩非常好 所以我今天成功了 我没见过这样的字传啊 一个都没有 你让孩子啊 不要只看眼前 他在那种氛围之下 会越来越在乎啊 他只看眼前的分数 他没有关照自己的心啊 他没有看得圆啊 你从这些角度给他一看 他就会比较释怀了 其实你只要跟别人比啊 你都是活在痛苦里面 你成绩再好都是痛苦的 不要跟人家比 跟自己比 我这次考试成绩 好是因为什么 我要改掉 我要改掉 我要改善 很健康的心态 面对自己的成绩啊 那这个都是父母跟老师的引导 首先父母老师也不攀比啊 不然呢 这些引导啊 也很难引导得出来 哪怕你背了这些台词哦 你讲的 有时候也不见得感动得了人 因为你的心口是一啊 那种磁场是有释受力的 所以言教的前面是深教 菩萨士德 威仪助持有则德 我们先表演出啊 没有攀比的心 然后柔和直直 摄圣德 第二个问题啊 我们刚刚啊 有一个词叫随缘 今天 这个企业 他强调啊 爱人 强调 这样的企业文明文化 那首先他会强调这个 他还是有一点善根 可能他的因地还不够真 或者他一开始就是 根本就是 目的性的 不是真的要爱护员工 实实在在讲 我们套一句大路的话 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都能感受得到的啊 所以你当一个企业主 打个企业文化 事实上是要磨自己的目的啊 那不是很可笑吗 你能骗多久呢 那假如 我们呢 觉得这个领导者 还是有善根 那既然 我们有这个圆呢 我们做他的真上缘 真上缘呢 不一定你要处在哪个管理位置 你才可以做这个真上缘 作之君 作之亲 作之师 陈德有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丁隆 他到美国去 就是一个大富翁 底下的一个佣人而已啊 可是你看他以他自己的行为 感动了他的老板 最后啊 他把他一生的积蓄拿出来 请求他的老板 可不可以办一个汉学系 你看他老板被他感动了 处在最低的位置 但是他真正做到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还是能感动老板的善根 那我们是他的下属 我们就认真做好自己 他真的善根够啊 他就会慢慢出动了 但是也不要攀缘哦 比方说你很努力在做了 他有感动 还是你努力做的 他毫无感动 还变本加厉 那你就不要攀这个缘了 为什么 一个人要改变呢 是他自己要改变的哦 别人只是他的助缘 这个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 阿斗不肯努力啊 诸葛亮也没用 孤臣无力可回天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攀缘 好 而且真正会修的人 在任何境界 都能修得好 都能提升自己 会修得好 会修的人哦 你看比干遇到商咒王 他也能修哦 在康慨就义啊 孔子也赞叹他啊 这个商有三人人啊 三个仁慈的人啊 其中就是比干了 他为了劝咒王 他为了天下苍生 他连命都牺牲了 他也圆满了 他静忠啊 所以真正会修的人 你遇到的领导 不怎么样 你还能感动他 你有功夫呢 都能修哦 尤其你遇到这种静缘 所谓难行能行 这 李扁然老师说的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所以诸葛亮的功德挺大的 一提到忠诚 大家都向他学习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呢 也要感谢一下阿斗 他这个音源 让我们有榜样可以学习 所以什么诗啊 换个角度啊 都有对我们道业有帮助 像周文王 他的领导是谁啊 他的上师是 他还是尽忠呢 革命是他儿子哦 不是他哦 代表纵使他的领导是这样 他还是尽心尽力 那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那就是他的功德 所以会修的人跟境界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颖 一颖不简单 他的领导是谁 夏洁 不是我讲错了 那个商汤的领导是谁啊 夏洁 你看商汤怎么面对这个缘 他还是尽力辅佐夏洁 他好像是九次啊 把一颖介绍给夏洁呢 希望他有这么好的成像辅佐了 这国家能够 这个 能够慢慢治理 好了 不然夏洁暴虐啊 你看他做成子 侍奉这样的领导 他有没有进行竭力 有哦 这些都是古人给我们的学助哦 我们现在啊 我常常也想 自己生长在这个都市啊 比较功利啊 都是厉害的思想啊 你不好 我也对你不好啊 你对我好 我才对你好啊 都是谈条件的 你看古人不是哦 领导再不好 他是我领导 我尽我的力就对了 所以在五轮关系里面 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有没有先做对 商汤是尽了力了 做成子了 夏洁不领情 不改变 老百姓越来越痛苦了 他没办法 调明罚罪啊 他对着上天 因为他毕竟是成子啊 然后 招告上天 然后 这个 发动革命 夏王朝推翻了 他没有伤害夏洁哦 他毕竟做过他的 领导啊 他把夏洁安置好 有一个地方让他去游 结果这个夏洁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历史里面说这个夏洁 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反省啊 早知道我就把他杀了 他还没有反省他已经天怒人怨了 所以夏洁有没有教我们啊 有啊 反省容不容易啊 他都把自己的国家搞成这样的 他还没有反省啊 所以夏洁也提醒我们了 人容易什么 天下是我的 人一产生这个我的呢 他就觉得理所当然 他不容易感恩呢 会感恩的天子啊 常常想着 哇 都是黎明的这些好的陈子 才能成就今天的因缘呢 你看人家唐太宗 真观之志啊 哎呀 这是为真的功劳 不简单啊 这是大臣们辅佐的功劳啊 所以人世间 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都应该存感恩之心 现在的孩子这一点啊 要转变过来 不然真的没福报啊 你假如对父母 你们生我就应该养我了 你看这个心态就折了他多少福报了 要感恩啊 万法因缘生啊 一天的生活啊 就一百个行业以上在服务我们啊 你假如真的存着这个感恩心啊 活得很快乐啊 你在路上见到清洁工 你都会很真诚的去感谢他 他感受到了 他一定会微笑回给你的 我们自己也在一些公共场合 你到香港机场上个厕所出来 他那个厕所都是有专人负责的啊 你也很真诚 谢谢你 他一天都会嫩了一下 然后就会露出笑容给你的 我们不抱怨 我们把感恩的磁场传递 好 不知道有没有回应到静昆的问题 师傅 其实您刚才说的 开始呢 金昆感觉 让金昆非常的受益 尤其是提到感恩 但是就是金昆想问一个 人生中的一个困惑 譬如我们人生就无论怎么样 无非就是静缘嘛 环境啊或者 那识人和 在您的以前的讲义中 也说做选择很重要 那么识人 刚才您特别提到感恩 就是如果一个有感恩心的人 是不是和感恩心的团体和人 就是相对而言是值得被信任 这么一个团体和人 然后就想到白志毅书里写的 世欲要烧三日嘛 便才需用七年期 多功恐惧流言日 往往千功未窜时 就是人心是非常容易变动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像老法师说的 就像您刚才说的 像我们静宗学人 就时刻提起那个 认识净土 休息净土 求生净土 这个心就是在这里 事先像做游客的这个心 可能就不会被人 静缘的这种无常的变动 而往往出现这种 挫折感也好啊 开探圆分变化大呀 这样的情况 如果没有修习净土 他们该如何在这个世道 这么变化 这么大入世道中去 真的能求一份心安 就是请师父开始 阿弥陀佛 好 我们呢 看这个世道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以我们中国社会来讲 清朝之后 有不少有影响力的人 把清朝的没落 归罪在谁身上啊 归罪在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背了这个大罪过了 我相信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是一样的 背了这么久的黑锅 之后啊 会返回来很强的力量 可能 就在我们这一两代人 可以看到 大家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仁虚努力 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 所以既然 目前的世道啊 它是冰冻三尺 发展过来的 你就不能存有 要马上改变 它的一种 希求 你有这个心 你一定会生烦恼 所以要客观看待 世间 这一点蛮重要的 你看像我们教书的人 比方说你教三十年 也会教得很生气哦 怎么都比我前十年的一生差这么多啊 这个烦恼难道是学生给他的吗 是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造成他的痛苦 他比较了 他没有客观学生在变 学生不是十年一变 年年都变啊 我教了三年的书啊 这摆在我面前 好 那 世道如此啊 更让我们感觉到 弘扬传统文化的急迫性 可以这么讲啊 面对这个时代 只要他不学正法 你要让他安心 不可能 不可能 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义 你学到道义了 你才能安住在这个义理上啊 我们不说别的吧 他不懂因果啊 他要安心不生烦恼 不容易啦 是吧 他可能 昌天啊 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 所以我常常说 弘扬传统文化比救火还要急啊 这个是我对客观状况的观察 我这些话 都是发自我的肺腑的 为什么 我在零七年零八年的时候 我就听到北京五天 都有知名大学生自杀 哇 那听得很心痛啊 都是什么时期 都是他们 能不能顺利拿到硕士博士的 那一个时间点 他一个念头转不过去呢 一个人 他有可能今天没有遇到圣教 他就想不开了 你说这不是比救火还要急吗 而且这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所以提升自己重要啊 我说 我说补习班里面 听到一个国文老师说 他一个女学生 看到东西 很害怕 跑到寺院去了 下一次来说自杀了 我当天回去就流眼泪了 哎呀我假如自己修得 好一点了 我就可以直接去帮这个人了 我就可以讲 黄念祖老居士那个故事给他听了 你把这个故事告诉他 可能他这个危难就解掉了 包含我还听同修 他的朋友跟他说 你赶快给我那个 传统文化的讲座啊 他说好好好 结果忙完了 没有拿去 他那个朋友自杀了 他已经主动要 法宝啊 代表他已经觉得苦啊 他希望能增加这些正能量 能转得了念啊 好 理得啊 心才会安 而今天我们要把这些义礼啊 介绍给他人 我们首先身教要有 很苦的人身边假如有一个常常微笑的人啊 我相信他不会寻短 他首先会去找这个人 谁愿意痛苦 没人愿意啊 这个时候我们又懂得 理解他 关心他 当然教人以善物过高 要寻寻善用 不能高标准要求啊 他可能都做不了了 不能说 这个认识净土 明了净土 你认识这个人 马上就告诉他 念阿弥陀佛很好 这有点太快了 先了解了解他的情况 他现在最急迫需要的是什么 最烦恼的是什么 你从这里下去啊 他一定很容易解说了 好 你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靖昆的问题 感恩师父 靖昆 谢谢师父 好 其实啊 他对世间呢 种种现象 他只要啊 深信因果 他只要 懂得了凡事性的道理 他就容易安心了 因为这个福报啊 不是别人给我的 不是上师给我的 是我自己修的 我只要心用对了 哪怕别人恶意对我 对我来讲也不是坏事 人之无过就而横批恶明者 子孙往往作发 他可能在职场当中啊 遇到这些 遇到这些 会毁谤 污漏他呢 给他这个 放冷箭啊 背后搞他的人 他假如明里了 他也不生烦恼 那他的心还是会暗 所以了凡事性重要 这部书啊 是道圣和夫先生 介绍给年轻人的第一本书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好